男人刚爬上山顶就看到一架飞机朝自己冲来 下一秒更是急速向着山下俯冲 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随着一股黑烟冒了起来 洛克急忙往山下跑去 途中他还在草丛里发现一个很眼熟的圣母玛丽亚雕像 而当他看到飞机的位置时更是惊讶不已 因为这一幕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 那飞机应该是被卡在了树枝上 下面的悬崖上还长满了很多粗壮的树根 洛克接连喊了好几声飞机上也没有人回应他 看样子里面的人已经凶多吉少了 洛克立刻抱着忐忑的心情跑了过去 顺着树根开始往上爬 可他才刚刚爬了一点点 居然有人开枪偷袭他 不过却打歪了 洛克转头看了看又没发现人在哪里 这时对方又接连开了两枪 第三枪终于是打在了他的大腿上 吃痛的洛克顿时重重地摔了下去 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一个拿着枪的男人就走到了洛克面前 还质问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洛克想起这个眼熟的家伙叫做伊森 不过几个月前他明明就已经被查理给杀死了 面对伊森的逼问 洛克极力想解释 可他也还没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 支支吾吾地让对方很快就失去了耐心 眼看伊森准备开枪 洛克只能下意识地抬起手去挡 可这是一阵刺眼的白光亮起 当洛克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 伊森却突然消失了 天空从刚才的白天变成了黑夜 而那原本被卡在悬崖上的飞机 也已经翻倒在了地上 洛克挣扎着爬起身走到了飞机残骸旁边 然后将飞机上的一根安全带给扯下来 用来处理自己腿上的枪伤 此时的洛克还是没有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肯定不是在做梦 因为子弹打在腿上可是相当的痛 正在他想着找什么东西赶紧处理一下枪伤的时候 黑暗中突然走出来一个人 洛克下意识地掏出身上的匕首防身 而拿着火把的理查德却是一脸淡定地走到了洛克面前 这让洛克有些一头雾水 当时那白光出现的时候 理查德和他的那群手下不是消失了吗 而理查德先是拿出身上的工具给洛克处理了枪伤 同时告诉洛克一定要去劝那些逃出去的人回来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座道 以及其他的幸存者 并且理查德还说洛克自己最终会死 完事后又拿出一个指南针交给了洛克 但他还没来得及再说两句话 那白光就又又又出现了 等洛克一睁眼天竟然又变亮了 他人也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不过理查德已经不见了踪影 但他的腿上的确已经被处理好了 手上还握着一个指南针 短时间内经历的几次做梦般的遭遇 似乎让洛克明白了一些规律 而同一时间的另外一批人 却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其实正在经历着时间穿越 每当白光亮起的时候他们就会被传送 岛上的人就会在两个时间点被动地来回穿越 不过他们还是选择了海滩作为大本营 虽然之前搭的帐篷和收集的物资都没有 但大家还是一起齐心协力地寻找食物和水源 桑尼和麦尔斯几人决定去森林里找点食物 因为他们在海滩上能找到的吃得太少了 然而晚上当众人都准备睡觉了的时候 却突然遭到了未知敌人的偷袭 而且看起来人数还不少 只见一只只被点燃了火的剑齐刷刷的射来 幸存者们只能匆忙逃窜 当人群跑散后 海滩上只留下来好几具尸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